如果你想了解Christophe和Jeanne Claude是谁,都做过些什么,请点击右上角的链接,在那里你会看到关于他们本人和作品的详细介绍。 为什么要隐蔽凯旋门? 隐蔽并非是Christophe与Jeanne Claude经常使用的艺术形式,但它的确是Christophe来到巴黎后加入新现实主义运动时最先采用的表现手法。 所谓隐蔽并非是为了遮掩,而恰好相反,是为了更好的展现,让平日里不易被察觉的事物或观念自我显现。 目不屏蔽掉物体或建筑身上各种各样的功能性含义,而当它们隐蔽之后,物体就回归到它本来的样子,所谓Hervé-Lé en Dachon,通过隐蔽来显露。 那些辉煌的胜利,那些沉痛的记忆,那些浸泡在泪水中的静意,那些为法兰西献出生命的亡魂,在这件银色的帆布下化为一团雾气,而观赏者置身其中,看到的是一座正在喘息的庞然大物。 这一瞬间的枉然,又是刹那间的觉醒,如同在梦境中被蜜粘住了脚,无法醒来。 它们还包裹过其他著名的建筑吗? 黑斯豆在早期创作中,曾用不同材质包裹物品,甚至火人模特。 而包裹凯学门之前,最有名的类似的作品肯定就是1995年在德国柏林展出的A Hitchcock on Backdale。 经过25年的努力,黑斯豆与Jean Claude用与今天同样的方法,将德国国会大厦在众人的视线下隐秘。 那次经历也为此向凯学门的计划提供了宝贵的经验,许多当年的工作人员都加入到这次的布展中来。 为什么是现在?其实早在2020年4月就应该完成布展,但由于疫情原因,不得不被取消。 更令人遗憾的是,黑斯豆本人于2020年5月去世,最终无缘亲眼见证凯学门被披上他和挚爱妻子Jean Claude为他定制的这件华丽的外套。 起初选择2020年的原因很简单,就是因为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完成,与法国政界多方人士漫长的协商在财务上执拗地坚持自己自足,以及在法律上获得各项准许。 繁琐、耗时的准备工作都是他们的作品的一部分。 所以,虽然被包裹的凯旋门只展出了16天,但这件作品的实际生命,其实长达60年。 他们还在巴黎做过其他作品吗? 1985年,克里斯德与Jean Claude在巴黎创作了Le Bonneuf en Bagdez,将巴黎历史文化意义最重的一座桥,新桥,完全包裹起来。 无数画家曾将这座桥印在自己的画布上。 法国另类天才导演Leo Gahex曾以它为背景,留下一部杰作,Les Amants du Bonneuf,新桥恋人。 巴黎人是幸福的,因为他们所在的城市拥有来自全世界的艺术家的无数赞美,因为他们拥有克里斯德与Jean Claude,相较于其庞大的规模,这项艺术企划花费十年时间,已经算耗时较少,非常顺利的了。 他们的游说工作,从与居住在周边地区的巴黎普通市民聊天开始,幸运的是,虽然反对声音非常强烈, 但当时的法国总统,左翼社会党领导人密特朗和时任巴黎市长,也是后来的法国总统希拉克都投了赞成票。 密特朗和希拉克这两位分支左右两种意识形态的领袖,在政治舞台上互为对手,激烈角逐,却在这项艺术计划上出人意料的态度一致。 这件艺术品该如何欣赏? 每件艺术品都是一个改变我们生活轨迹的契机,因为它会从另一个时空捎来讯息,你会被告知,一切可以从此变得完全不同。 黑斯多和Jeanne Claude用更有诱惑性的方式侵入我们的内心,它短暂地出现而与我们另一个世界的存在, 一个被知识堵住了入口,被四面八方的叫化遮挡了光的地方。 黑斯多与Jeanne Claude的艺术魅力就好像一座可以触摸的海市蜃楼,在独立、全新、自成一体的审美条件下, 人们在自己熟识的世界中不知不觉地入入一个陌生的场景。 事实上,艺术鉴赏是一件纯粹主观的事情,而对于黑斯多和Jeanne Claude创作的作品来说,就更是如此。 他们刻意阻止人们去理解他们的作品,因为他们没什么好被揣摩和理解的,他们只是待在那里,由于突兀的外表而引起你的好奇。 简单地说,如果你在见到被包裹的凯旋门时,脑海里冒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,或者为什么要这么做,这样类似的问题,那么你就已经开始见上他了。 不仅如此,你甚至已经成为了他的一部分。 倘若你还与朋友们交流关于他的事,或者加入到更大的社会范围内的讨论中去,那么你百分之百地融入到这件艺术作品之中啊。 当然你也可以什么都不做,就在他脚下静静地望着他,欣赏他叛逆的姿态,享受他带来的这种不寻常的自由的气息。 即便如此,你也成为了他的一个组成部分,因为他的存在就是他的意义本身,不需要更多,也不会变得更少。 当他映入你的眼帘那一刻,千丝万缕的联系就自然地形成了,就像土地与青草,溪水与卵石,礁石与苔藓,自由地从任意角度注视他,自由地呼吸,自由地发问,自由地寻找答案。 当你能够体会到这种自由感的时候,你就是在最恰好的欣赏他了。 爱与自由 巴黎是克里斯多遇见尔德克罗的地方,二人同年同月同日,生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。 1958年,当二人在巴黎相识的时候,克里斯多是一个保加利亚流亡者,而尔德克罗的则是一位法国将军的女儿。 1961年,克里斯多汇出第一幅包裹凯旋门的草图,因为他在与尔德克罗的交往时,租住的狭小房间正好就在凯旋门附近,这成为了他们共同构想的第一项艺术计划,也是伴随了他们一生的理想。 兔德克罗的于2009年去世,克里斯多在11年后也离开了我们,他在遗嘱中委托他的朋友们一定要完成这件作品,将他与妻子灿烂无比的艺术生涯带回到梦想最初起飞的原点。 对于世界来说,这是他们对人类的又一次馈赠,而对于他们自己,被包裹的凯旋门闪耀着的是他们对彼此的爱。 在被包裹的凯旋门身边流连忘返,如文千草芬芳,听百鸟欢唱,这始终是一个关于爱与自由的故事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X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